大家好 欢迎观看一语言快速入门教学的第七课 多媒体 我是你们的讲师易景 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媒体的播放秘连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历程 当我们程序点击运行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没有 这个程序啊 它就这么一个程序 对吧 大家应该可以看见啊 它就在我们的桌面进行一个像游戏载入的这么一个画面 看见没有 那这么一个画面呢 它要怎么样进行一个实现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多媒体的制作 还关不了了 首先是媒体播放秘连 刚刚的程序呢 是动画 属于是动画类型的 一个简单的动画程序 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媒体播放 那这媒体播放 在我们前面的课程当中呢 也介绍到过啊 但这里呢 我没有太多的资源啊 所以说就随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可以了 这什么资源呢 比如说啊 大家看一下资源表里面 这里有个声音 这声音这里面呢 可以添加我们的新声音对吧 新声音呢 它所需要的格式呢 是Wav和mid的啊 但是我这里呢 没有这两种格式的啊 大家可以自行去下载一个音乐转换器啊 去转换一下 我这里呢 我就不够多的做演示了啊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对应的命令就可以了 好 播放MP3 那播放的次数啊 这里播放次数 我们这前面也接触到过 对吧 你播放的文件名呢 让我们披上文件名啊 这文件名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两种类型啊 一种是数组类型 一种是非数组类型 那待会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先看一下这里有没有音乐 哎呀 招了 没音乐的话 这个应该怎么放啊 这个应该怎么放啊 我先得暂停一下 那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找了两首音乐啊 这音乐 先不说真假啊 它反正就是两首音乐吧 MMP3个式的 那么在这里来试一下 它可不可以播放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点击播放 好 那我这里听到了啊 它是可以播放的 那我们的这个预播放文件名 它这里有个数组和非数组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它是可以数组 啊 也是可以不是数组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呢 它肯定不是一个数组 对吧 啊 那如果说我们要将它转化为数组的这种格式 应该怎么转换呢 它这是个文本性 我们就创建两个吧 因为这里就只有两个音乐 对吧 诶 我们的数组二等于什么呢 诶 对吧 诶 等于这个 呃 然后 它可以同时播放 多个MP3 看见没有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将这数组 给它放进来 它它也可以同时播放啊 对吧 它也是可以播放的啊 那这么一个小的试验呢 啊 就主要是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播放的 它是可以通过数组进行播放 那大家看一下前面这里有个小符号 对吧 诶 这里有个符号 对吧 这些都没有的这个符号 那这符号是什么意思呢 这符号就是说它下面 它还有东西 它是参数 它是可以增加的 看见没有 你看 可以有无限个 看见没有 预播放的用P3名 它会有无限个这样的一个参数 就是说这个符号呢 按照我们的意思来说 它就是后面还有值 知道吧 它可以无限的添加它后面的这个值 所以说它之所以才有这个符号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 呃 音乐软件 好吧 好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音乐软件 那我们做个简单音乐软件 那这个我们就不要 我们现在就用一个列表框 啊 列表框 我们就用一个选择列表框吧 然后我们预实现的目的呢 就是当我们点击一个按钮的时候 比如说点击导入按钮啊 我们就导入哪一首歌到我们的这 列表框里面 然后进行一个播放 对吧 好 导入 然后这标题我们改一下某某 哎 哎 哎 我们P3播放器哦 啊 播放器哦 好 那通过这一小点呢 我们就开始了 呃 来进行导入 对吧 那导入呢 我们肯定它是需要一个通用电话框的 对不对 那这个 光源器大家自己配置一下 哎 我们来配置一下吧 那不知道大家忘记了没有啊 反正我是没忘记 那大家就可以 对吧 回复一下 前面的这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格式的名字 后面这一杠呢 加上后面的这呢 就是它的一个呃 一个扩展名 对不对 哎 后面都就它的这个是的一个呃 类型 前面的这呢 就它这个是类型的一个名字啊 好 那我们简单配置了过后呢 我们就导入啊 如果真 通用对话框 点打开 等于真的话啊 它默认的是返回的 它默认的是一个逻辑型啊 啊 通用对话框 嗯 对不对 它是一个逻辑型啊 啊 如果为真的话 怎么怎么怎么样啊 啊 好 如果它为真的话 我们就 呃 让它载入MP3到我们的这个 选择列表框当中 对不对 好 那我们选择列表框当中呢 肯定是出现歌名 还有它的路径 对吧 哎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选择列表框当中 它有什么样式加入我们的这项目 哎 加入项目 这里有一个 对不对 好 加入项目 我们就用导入 好 加入项目 它预计加入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 文本性 下面的这个呢 它是一个数字型啊 它预计加入了什么项目呢 就是预计加入我们 通用对话框 点文件名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看一下它到底可不可以实现 对吧 它的确实现了啊 只少MP3类型的这种音乐 大家自己下去再添加其他类型啊 哎 我们点击了过后呢 哎 它这里的确出现了这音乐的名字 对吧 啊 并且它的路径 也给打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那大家如果说不想要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自行的去改一下 啊 自行的去改一下 比如说啊 呃 它的路径我不想要 对不对 哎 我就可以暂时把它的路径 我通过分割 对不对 给它给切掉 那这样也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功能呢 实现了 实现了过后呢 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一个播放 对吧 啊 播放的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我们以前经常常见的双击啊 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播放 还有呢 就是点击我们播放 对它进行一个播放 对不对 哎 好 那么我们先点击这个播放 对它进行一个播放的这种 呃 这种对吧 对它进行一个播放 好 嗯 我们双击播放 然后播放呢 这里 有一个啊 播放MP3播放次数啊 就为一次 大家如果说 呃 想弄为什么的话 可以在这里添加个编辑框 对吧 啊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呢 在这里预播放的文件名呢 我们在这里打一个 好 选择框的线性选中项 那它这个是一个 整数型啊 哦 那就很明显 不是这个 应该是取项目文本啊 哎 项目的所以呢 就是线性选择项 这样的话呢 它是一个文本性啊 说这样的话呢 就应该对了 我们来预计一下 导入 导入一首歌 选中它 对吧 然后进行播放 哎 现在我们就可以听到了 如果说我们导入了过后 它没有歌曲的话 它没有选中歌曲的话 那它是播放不了的啊 所以说我们这里可以 呃 对它进行一个 呃 提示啊 我 reduced 我们下一个 你Е电话 对他 然后我们可以做到 小字 我用这张 Arm 我用这个 试炼 来 我用这张 试炼 这样的话呢 当我们没有选择歌曲的时候啊 呃 他就会进行一个提示 对吧 去选择播放歌曲啊 当我们选中过后 他就可以进行一个播放了啊 哎 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小程序 那对他进行播放了过后呢 呃 我们还要实现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当我们双击的时候 对吧 啊 他也会被播放 哎 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双击 双击选择 哎 他这里有一个项目叫双击选择 对吧 双击选择了啊 双击选择了 我们也提示这么一个东西 播放音乐 对不对 哎 这样我们来试一下 啊 他也是可以播放的啊 也是可以播放的 哎 那这么一个小功能呢 我们就结束了 对吧 大家如果说下面 下去还有什么可以自行的进行一个完善啊 到我们后面接触到数据库了过后 呃 一语言呢 他已经更新版本了啊 更新为5.1的版本了 那5.1的版本呢 他有几点好处啊 就是 呃 有支持PN PNG图片啊 格式的图片 我们现在呢 不支持PNG格式的图片 看见没有啊 他还有其他的许多功能都挺好的 但那就现在没破解版 啊 等他破解版出来过后呢 我们 对吧 啊 再拿他来研究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图片框 对吧 这图片框呢 大家要实现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呢 啊 图片数据处理 呃 图片数据处理呢 我们可以这样 啊 做一个图片载入的这么一个程序啊 如果大家想载入更多的图片呢 可以通过数据啊 我这里就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 载入图片 当我们点击载入图片过后呢 我们就进行输入代码 首先是通用对话框啊 通用对话框 通用对话框 然后 他的文件名 嗯 固理器 我们也给他打一下啊 说 啊 这就不打了吧 我们就找图片吧啊 就不打了 大家可以自己下去打一下 那我们这里就说代码 比如说当他打开等于真的话 好 那我们就 读入文件 文件名呢 就我们通用对话框 的文件名 对不对 读入图片呢 它是一个字节节 我们读入了图片过后呢 我们就直接将它返回到我们的图片框当中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对不对啊 我们找到图片 好 随便 我们随便找一个图片 诶 这图片是打开了 但是他看不见 我们将这里改为缩放图片 好 他所有的图片就会缩放进去 对吧 诶 现在我们已经打开了啊 好 如果说大家想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 呃 如果说大家想要实现一个 图片的载入器和图片的转换器的话 啊 可以 大家可以添加个数组 对吧 啊 就我们上节课介绍了一个 呃 复制窗口组件一样的 对不对 大家把它复制出来 把它位置稍微改一下啊 就大家自己想一下 我就不一一讲解了 因为这个大家也需要动脑 对吧 编辞的东西 你们跟着我的思路 只是学不到东西的 你们要必须要自己创建思路 啊 我只是给你们介绍一下命令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还来介绍一下第二个命令 就是转换 转换图片格式啊 转换图片格式啊 那这里呢 我们要 嗯 它这里有转GPG 我们就转GPG吧 好吧 转GPG的命令 好 那转GPG的命令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原文件名 目标文件名啊 灰色还是真彩 图片的图像的品质 那图像的品质呢 在一到一百之间啊 否则出错 以修莫认为75啊 75就是我们还是认为 就是一般的这么一个品质啊 是否使用优化编码 这些呢 我们都不用管它啊 是否柔化 这些呢 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图片的质量之类的 然后 原文件名呢 就是我们通用对话框 目标文件名呢 就是我们生成的时候啊 它使用的一个文件名 比如说呢 我们再创建一个 通用对话框 对吧 然后 默认的后续呢 是点 点什么呢 点GPG 哎 然后呢 公立器 我们也用GPG了 这个啊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哎 我们这里 目标保存的文件名呢 就等于通用对话框 二点文件名 对不对 啊 然后我们在上面再加一个 如果 哎 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软件呢 基本上就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啊 我们先载入一个图片 然后再将它转化为GPG的格式啊 将它保存 哎 这里我们忘记改了 我们要将这个对话框二这里 变为保存文件 对吧 啊 它这样才是保存 所以我们重新打开一下 我们这里保存为一 好 那已经保存了 大家看一下 这图片已经成功的转化为GPG的格式了啊 好 那通过这节课呢 大家可以简单的下去做一个这个呃 转图片格式的什么一个小软件出来啊 小弄小一点啊 弄小一点 然后呢 第三个呢 它是一个图动画生成 那动画生成就和我们的啊 这个程序一样 对吧 动画的一个播放 是不是啊 啊 大家有没有 其实有没有发现一个现在的网络游戏啊 它的网络游戏 你看它的这窗口 对吧 你看它是这么大的 大家看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啊 它窗口实际就和我们原本的窗口一样大 但它的这个文件呢 却只有这么 它的这 载入窗口呢 它就只有这么小一点啊 我比如说我可以给大家打开一个 呃 游戏 但我实在找不到有什么游戏啊 就这个吧 啊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呢 我也不怎么玩 因为都没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游戏 嗯 因为CF我不知道它的这窗口是不是啊 嗯 太卡了啊 因为开启虚拟机的 啊 刚刚卡住了 卡住了 好 那这个呢 啊 还没更新 CF啊 你看它的这窗口 给大家看见没有 原本是 它的这窗口是不是 不是齐驱啊 就是不 不是完整的这种窗口啊 和我们的这窗口 它不太一样 对不对 你看我们这种窗口 它完全是 呃 矩形类的窗口 对吧 而CF的这窗口呢 你看它这里 缺一块 这里缺一块 对吧 这里还 比较齐驱啊 那CF的这窗口呢 都不怎么样 有一些这种3D游戏的 比如说猪献啊 对吧 啊 还有剑林啊 这这类的游戏 他们的登陆界面 对吧 都非常齐驱啊 通常这里呢 就有个人物啊 或者动画人物之类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其实他们 你们可以将这个窗口 给它移动一下 大家都会发现 它移动的时候 它的这个虚线啊 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矩形 它的虚线是一个矩形 但是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外形的这个窗口啊 它被制了一张图片 其实大家看见了这么一个外形窗口呢 它其实就是一张图片 大致的吧 它就是一张图片啊 那我们在图片里面 再进行添加一些东西 好 那我就来简单的教大家制作一下动画 哎 这里我们也就 不用了 那我的圆码呢 是不会给大家打包的啊 因为我为了锻炼大家的能力 所以说呢 呃 我的东西 基本上我是不打包圆码的啊 除非那种太难的程序 哎 我们现在就不要了 这个 启动窗口的这里呢 边框呢 我们给大家选择无边框啊 那它还有其他的几种边框 一种是普通可调边框 可调边框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见啊 可调边框呢 这个是可以可大可小的 看见没有 哎 就和我们异语言的这个一样 看见没有啊 这就是可调边框 那我们普通用的呢 是固定边框 固定边框呢 它就是不可以调动 看见没有 不可以调动的啊 它叫固定边框 所以说呢 我们用用成无边框的话啊 那它就是没有 没有这个边框啊 它就没有退出的那些边框 好 我们现在就拿它来做一个图片啊 我们要把它做成什么图片呢 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圆形 哎 就和这个圆形啊 就一个圆嘛 好 我们先打开一个画板工具 画图啊 画图的这工具 那这工具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和我们的这窗口大小差不多 我们窗口150吧 150啊 宽高都是150 好 我们这里也给它修改一下 属性 大家可能不是温器的系统啊 如果说是XP的系统 你们就自己找一下这个 呃 修改宽度和高度的地方 好吧 好 那修改了过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画园的这东西 对不对 然后对它来进行一个画 好 完美的圆啊 完美的圆画出来过后 那我们 对它进行一个保存 保存呢 不保存为PNG的格式啊 因为我们这是一语言 我的这一语言呢 因为5.11还不是更新版 哎呀 还没破解版 对吧 哎 所以说我们就 呃 暂暂时不用 不用PNG的 因为PNG的呢 它这个我们的这个 它不支持啊 好 现在来载入 一下它的这底图 对吧 哎 这圆 非常正规啊 好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图片 支援组这里呢 我们要将它进行一个载入 载入图片 好 我们现在呢 这最大进行输入代码 就是我们的启动窗口 这是外形图片 图片数据呢 就是我们刚刚保存在这个图片 支援表里面的这个图片 前面加个警号 那透明颜色呢 啊 它说 我们的这个图片 我们要透明的颜色啊 就是白色 为什么是白色 大家知道吗 大家看一下这里 这里是黑色 对吧 它里面的这些颜色 我们都不需要 一说我们需要 要将它透明的 我们就只需要这么一个圆 知道吧 啊 这就是我们将白色全部透明掉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大家就可以看见 现在我们桌面上就这么一个圆 啊 但是它的白色全部都给透明掉了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置外形图片的这么一个功能 啊 很生气吧 对吧 哎 然后这么一个软件弄好了过后呢 对吧 我们就要实现我们的这个载入的这么一个功能 啊 载入的这么一个功能 但是载入的功能呢 它是需要技术的啊 什么技术呢 大家看着我操作 我们首先将这移到中间啊 我们先将我们看一下从从哪边开始载入 好 我们先将这边给它紧切掉 保存 保存 感谢观看 我刚刚忘记我们是从哪边呢 好像是从这边 然后再算出像上面的那个对吧 算出上面这个现在就该轮到上面的那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123的这么一个顺序 好像反了对不对 没反 它是这么 它是历史证转的对吧 而我们画的这是历史证转的 也没关系 历史证就历史证吧 我们历史证的来一遍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将这个画全部载入 那我们这里呢 其实还有一个全员 看见没有 全员的这个画呢 我没有给大家保存 因为这全员的话呢 我们已经保存到这资源表里面的 好 那这就是图片 全 对吧 好 我们再一一添加 这个是图片 那这图片它这么样指了一个过后的啊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登录啊 怎么样登录呢 呃 这里有个最简单的方法啊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 大家看一下最简单方法 但漏洞的也是挺多的啊 其它是挺多的啊 我们不太二 我们不能置写 对 柔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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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延迟的这个命令 很明显果断 果断不行 它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 这样的话 这个命令可能在启动窗口这里 它不能用 我们就不用这个命令 我们有什么命令 我们就用数组 代表数组 代表数组 我们就要多用到这么 介绍到这么一个命令 我们现在就来编写一下 好 我们现在这里 我们就来介绍到一个命令 叫多项选择 多项选择这里面 大家也可以看见前面有这么一个同样的符号 对吧 这符号就是我们的数据 对吧 它可以无限的增大 好 那我们的这个呢 我们添加一个循环 因为为什么添加循环呢 我们这个它是有一个活动的这么一个东西的 对吧 它是有一个这么 我们要它这么转 对吧 我们要它这么运行 比如说呢 我们要用循环来进行对它一个进行一个判断 几次循环锁 我们要将它循环几次呢 循环四次 因为有四张图片 好 然后呢 这里呢 我们就给它生一个变量 N 然后呢 我们再用一个多项选择的这个命令 索引词就是我们的这个N 它每次循环一次它就增加一个 那代选择的数据呢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图片一 好 那全部载完图片过后呢 我们就创建一个数组 让它的数组等于我们的这个 对不对 好 我们创建一个数组 这应该是次节级啊 为什么是次节级呢 因为图片它是一个字 字节级型的 对不对 谁说 谁说我们就要对字节级型 好 那么是 图片 数组 给它复制 图片数组的N 就等于多项选择 如果当它寻完第一次的时候 对吧 就图片数组1 就它第一个成员 就等于 这里的收益也就是1 就载入图片 对不对 2 然后就是2 就载入图片 就这样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 对它添加一个这个 时间的判断 对不对 必须要对它判断一个时间 然后它才能走起来 对不对 好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还要进行一个多项选择 同样的 同样的这里是N 这里呢 我们看要将它延迟多少秒 我们就延迟400秒吧 这时间呢 我建议大家 尽量我们都不要把这时间 打得太一样 打得太一样的话 就没有层次感 比如说尽量就 让它尽量不相等一些 尽量可以把范围拉大一些 我这范围都拉小了 尽量可以把范围拉大一些 然后呢 这里我们弄一个图片帧数 好 图片帧数 然后我们冲进一个变点 整数型 然后呢 也是试啊 因为它这里有四个 这么一个四个选择数嘛 对吧 好 那简单的配置了过后呢 循环完了过后 我们是不是还要对它进行一个判断 不是进行一个判断啊 我们 还要冲进一个时钟 时钟呢 它要怎么样 我们才能让它给运行呢 啊 当它什么时候 我们它的这个是一个循环的东西 对不对 哎 或者它循环了过后 我们让它循环完了过后 我们让它载入一个什么东西 对不对 哎 它它这 它是有条件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可以生成一个变量 对不对 如果这变量小于什么 或者大于什么的时候 它就往下执行 对不对 啊 所以说我们这里呢 可以冲进一个变量 叫 呃 叫什么呢 叫数 数等于1 就是说当这里循环完的时候呢 我们让这个数呢 它等于1 然后呢 当它等于1了过后 我们是不是还要将时钟运行起来 因为它的这是启动窗口的创建完毕啊 说呢 我们时钟 呃 我们要将时钟点击一下 啊 我们这里就不能给它判断一个值了 哎 所以说时钟 一 啊 时钟一点 时钟周期啊 其实在这里呢 我们不用给它配一个值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是给它配了一个值的话 那到了下面我们这里就不好工作 因为我们这里呢 它有一个帧数 对吧 那帧数呢 就是和我们时钟 它一样的这么啊 这么不同的这么 它不同的这么一个时钟周期 哎 让它进行一会儿它等于400 一会儿它等于500 比如说我们这里给它一个固定的值的话 它就不好运作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就直接将它点单啊 将它调用一下这个 这程序就可以了 怎么调用呢 啊 可能大家还没调用过时钟周期的这么一个指程序啊 大家看一下就这样 就和点击我们按钮的那个一样的啊 就直接调用一下它的这个指程序的里面的命令就可以了啊 并不是让它给它复一个循环多久的值啊 就点击它一下就可以了 调用它一下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兼具费 我们任务非常兼具啊 我们要很明显的知道 我们要将我们的启动窗口 这里的这些值全部进行一个 转对吧 啊 将它转 然后呢 将它转动起来 然后呢 我们这里呢 需要进行一个判断啊 如果 针吧 如果针 数 数呢 哦 我们要 从把这几个啊 都把它弄成一个程序机变量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下面用的啊 我们的数 啊 当我们的数大于是的时候 就这个一嘛 当它大于是了过后啊 那我们就要对它进行 呃 一个 对吧 判断啊 数又等于一 就是说它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命令啊 它就可以一直进行循环 对吧 那大于是的时候 那它就又等于一 然后又进一次循环 对不对 哎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进行到一个 呃 无限循环的这么一个命令啊 哎 当它等于一了过后 好 下面我们就指信代码 对吧 哎呀 我今晚电脑很卡呀 它的这个卡 不是一般的卡 应该是是虚拟记忆的这么一个问题 哎 一会儿再说 呃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 呃 对它进行一个判断 啊 怎么样判断呢 我们是不是首先要 就是对我们这个 是外形图片 对吧 它的这个透明色 我们都知道是白色 图片的数据呢 这里有四个啊 我相信聪明的同学呢 他就已经知道了 这里就是图片数据啊 我们为什么要创建一个图片数据啊 就这么一个原因 对吧 那图片数据呃 每一次他增加一个一 哎 这里就不是n了啊 这里他就是数了 当这个数呢 他第一次的时候 他是不是等于一 哎 这里就取他的第一个成员 哎 当他数 然后后面加啊 到后面 如果说聪明点的学员呢 也 你可能也就知道 后面我们肯定会加一个数 等于数加一 对吧 而上数的四等于二 哎 这里呢 他也就取第二个成员 然后继续往下等于三等于四 哎 当他大于四的时候呢 他又等于一了 对吧 就这样意思进行一个循环啊 那这样的循环呢 啊 然后我们的 启动窗口 我们还需要用他的底图 对吧 啊 这个是呃 不能 不能取消的啊 因为我们让他的底图 他的字外形图片是一回事啊 他的底图我们也是需要的 对不对 图片数组的数和他上面的这个对应 那时钟 我们这个图片啊 他是不是他需要一个循环 循环 他是不是需要一个延迟啊 或者就是时钟的这么一个呃 数据啊 比如说时钟点时钟周期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图片帧数 的数啊 一说当他取第一个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他也是取第一个就这样慢慢慢慢的下来啊 是不是啊 然后到了这里的时候呢 我速度已经放得很慢了啊 比如说大家看不懂的话再回味一下前面的这么一些东西 对不对啊 好 然后这里呢肯定是需要一个数 等于 等于数 等于数 数 加一 啊 好 那这里呢我们数进去呢数加一过后呢 按道理来说这代码就完毕了 但还有一点啊 就我们每一次这个图片 大家发现没有 他都是一个 载入的 他不会 意思说 你看啊 我们这图片 这么一小 啊 痕画了过去上去过后 那他这里还有这一小痕 看见没有啊 并且他转了这圈过后 你看这里啊 转了这圈 他还在 哎 看见没有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这里 如果说我们不加以处理的话 看起来会非常的假 啊 据说呢 我们这里呢 我们还需要将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还需要将我们的这个图片 啊 的这个底图给清空一下啊 或者将我们的这个 是外形图片 对吧 给他清空一下 你说他每次当他每次旋转的时候呢 哎 然后他这里就清空 对吧 啊 就到我们第二个图片 第三个图片 对吧 这样的话呢 看起来就啊 就更加的完美 好 那这里呢 听不懂的同学呢 大家也不会 也别灰心啊 这个呢 我只需要大家方法 具体的理解呢 还是需要大家自己 那你听不懂呢 也并不是你的这个 啊 也并并不是你的技术没达到 啊 只是你跟的是我的思路啊 并不是你的思路啊 这个思路 我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呢 也讲过 啊 如果说你用你自己的思路来思考这问题的话 就很简单啊 如果说你看你是哪一个代码 没用懂 你专门去看一下这个代码 专门去了解一下 好 当这些代码你都弄懂了过后 你就用你自己的思路 来编写一遍啊 然后久而久之 你就会了 啊 我们班级可能 最主要的呢 他还是教方法啊 多的我们都不教 哎 大家来看一下 看见没有 就已经开始循环了 对吧 好 那这就是循环载入的这么一个动画 大家可以自行的做一个动画出来啊 出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动画 大家再去想一下通过帧数图片啊 你能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动画 哎 比如说我呃 我们有一些程序啊 就是一个老鼠 对吧 他他他的一个动画图片 一个老鼠 然后就砸眼睛了这动画图片 他其实他的一个老鼠呢 他是有几张图片的啊 我相信大家都接触到这么一个GIF 哎 那个叫什么 不叫GIF吧 那叫G 对 GIF的有一些图片 那不是动态的吗 对吧 他就是通过帧数给他做出来的 哎 那我们的这个老鼠眨眼睛 他有四张图片 眼睛慢慢的增大 哎 大家也可以用通过用帧数 将他的这老鼠的眼睛增大啊 前提是你得有这么一 一样资源 对吧 啊 然后呢 这就是简单的这个图片制作 好 第四个呢 就是影视 啊 影视呢 这里没有太大的讲解 没有太多的讲解 好 这代码呢 我也不给大家打包了 嗯 这呢 我将先将他 这底图给他 删除掉 影视呢 我说实话啊 真的接触 不太大 呃 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来看一个简单的程序啊 简单的影视程序就是 呃 高级啊 高级的这么一个影像框 高级的影像框 在这里啊 高级的影像框 那高级的影像框呢 我们可以对他在里面进行加入他有一些程序 比如说高级的影像框呢 在这里他有个影像文件名 对吧 啊 他添加的是一个avi格式的一个影像文件 好 那我们这里可以对他进行添加 添加个按钮啊 就就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简单的播放器啊 avi的一个播放器 添加一个这个 对话框 对吧 好 那我就对他过滤器我就不配置了啊 我就直接点击播放了 点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点影像文件 对不对啊 诶 这样的话就好了啊 这样的话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啊 这代码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将这个 呃 影像文件 我好像这里弄了一个啊 诶 就这个 路上一的这个 诶 现在好像还点不了 诶 好像还点不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地盘啊 在地盘 好 我们先将它运行一下 我们去到地盘 好 诶在这里啊 我们进行播放 对吧 啊 他他他已经播放了啊 我们 可以将它放大一点 可能大家看的不是这么清楚啊 可以将它放大一点 啊 啊 因为今天晚上已经太晚了 所以说呢 已经十二点钟了啊 所以说呢 这叫叫成了 可能今晚啊 磕磕 磕磕比较大 磕磕 比较来了 所以说呢 讲呢 也讲的不不怎么好啊 还希望大家多多见谅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见没有 他已经开始播放了啊 但是播放的画面呢 大家可以自行的下去 呃 调节一下 对吧 他已经开始开始播放了 呃 可能后面两天呢 后面的两节课呢 啊 就可能会给大家介绍到我们的这个网站啊 希望各位学员们的都可以去网站上面上传一些资源 好的 那这这节课就结束了啊 那就再见吧 啊 别耽误太多时间